一念离真 皆为妄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讲到轮回啊 有人也许会嗤之以鼻了 认为21世纪科技进步的时代 谈什么落伍迂腐的因果轮回问题啊 但世间一切的现象 都离开不了轮回循环的道理 宇宙物理的运转是轮回 善恶六道的兽生是轮回 人生生死的变异也是轮回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轮回吗 事实上是存在的 最近我看到一只残疾小狗的 真实转世轮回故事 寺庙师父救了一只残疾小狗 这位有天眼的师父决心查查小狗的来历 没想到他的前世让人大吃一惊 前世是出家人 今世投生狗 这只小狗虽然残疾 但是长得非常的可爱 他有一个名字叫浅浅 有一次呢过马路的时候 这只小狗被汽车压到了 两条腿因此受伤 于是主人就将这只狗送到了宠物医院 但是小狗太痛苦了 主人希望能够减轻小狗的痛苦 准备注射安乐死 但是这个时候呢 有人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一个法师 这个法师的名号啊 叫慧德 他去到医院 他将小狗带到了寺庙中收养 法师一直在照顾小狗 喂食小狗 一直陪伴着他 还给小狗带了围帛 并且给他制作了一个轮椅 只要狗狗的前腿走动的时候 身子也能够运动 狗狗非常通人性啊 师父说 前前每天都跟着大众上殿拜佛 坐在他的轮椅上 两只前爪恭敬何时的样子 一动不动的 能把近两个小时的功课拜下来 法师摸着狗狗继续说道 有一个居士曾向一个高僧请示过 这个高僧是灵迹的有名老和尚 说这只狗在过去的时候 在龙岗寺为和尚 但是犯了邪淫的忌讳 应该是要去到地狱的 但是又因为是出家人 先前做过的功德 让这个和尚投胎转世成动物 而在这一世遇到了车祸 也算是比较轻的了 此时呢 师父说完之后 这只狗竟然含着泪光 过了一会儿便掉下了眼泪 师父对狗狗说着 浅浅 别哭 只要以后不要做这样的事就好了 但是狗狗还是一直在哭 似乎是在说前世不应该犯忌讳 这只狗的故事呢 让我们不禁想到了佛教中 将友情的众生分为了四个类别 第一个就是黑暗 接着还是黑暗 之后是从黑暗到光明 最后一直是光明 而狗狗其实是从黑暗到光明 在这一世偿还上一世的罪孽 最终走向光明的道路 愿我们幸得人生的诸位师兄 以狗狗过去和今生的经历 警力自己 去加倍珍惜现在这难得的人生 有一位高官啊 他的名字叫王归林 是在浙江乐清出生 一生当中呢 没有做过恶事 一身正气 光明磊落 他晚上的时候喜欢做梦 有一次啊 梦到在天台的一个石碑 有数百名的佛家弟子来到他面前 还说了一些话 这些话呢 就是 你的前生就是严守作 是写下这个石碑的人 之后王归林觉得好奇啊 就去到了石桥 王归林非常的惊讶 因为面前跟他的梦的场景一模一样 于是他就请了一个禅师 这位禅师的名号是宝印 这位禅师说呢 其实你的前世 是天台宗的一位博学的高僧 在江浙一带非常的有名 并且呀 你没有犯过什么忌讳 所有人都很爱戴你 最终呢 王归林才确信了自己 就是严守作的转世 而王归林也在庆幸自己的光宗药祖 报答了自己的父母恩德 才会有这样的缘分 能够成为严守作的转世 因前世修来的福分 让王归林成为了一名高官 并且在今生的时候 也在继续做着善事 也就会积攒着福报 生生世世都会有着福气 在云南的一个镇上啊 有一户人家很善良 家庭呢 也比较富裕 待人非常好 如果街坊邻居有困难 或者没有粮食吃的话 农民们就会来到这户人家借粮 而这家人二话不说 也会借给他们 而这些人呢 还与不还 他们也不在乎 就算是有人来还米的时候 也从来不检查 直接说 倒在米缸里吧 这户人家呀 在镇上的名声很好 很多人都会来到他家借粮食 之后这户人家 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女主人晚上做梦 梦到了以前死去的邻居 这位邻居看着女主人 很抱歉地说 我是邻居王某 在前世的时候 一直在借你家的米 而你每次给我米的时候 都是装满的 但是我还米的时候 只还了一点 而你也从来没有发现这件事 但是欠债 是必须要还的 在地府下 阎龙王让我转世成了一只鸡 生的蛋就是来还米债 并且在你的床头下 有一个火盆 里面就有着鸡蛋 那个就是我的债 我已经将前世的债全部还清 如今啊 我要走了 女主人感觉这个梦 非常的奇怪呀 便跟家里的人说了 他们就去把大床挪开 果然有一个大盆 而盆里面还有着鸡蛋 但是旁边母鸡已经死了 这件事情传遍了整个镇上 之后呢 没有一个人欠债不还了 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缺金少两了 在佛家常常讲着三世因果关系 今生的生活是前世得来的 今生所修行的是来世来享受 无论是动物也好 还是人也好 他们在来世的时候 也会进行转世 如果我们不行善事 积累功德的话 那我们再转世的时候 就会去畜生道 就像上文提到的小狗狗 在前世的时候是一位出家师傅 但是因为犯了忌讳 就投到了畜生道了 而像王归灵 他在前世的时候行善 并且帮助街坊邻居 因此积攒了大量的福报 这就是中了善因 得到了善果 在今生的时候成为了一名高官 而如果你是中恶因 就会得恶果 也是要偿还的 就像故事中的邻居 因欠债不还 虽然女主人没有计较 但是天理存在呀 也会有人计较 所以投胎转世成一只鸡来生蛋 偿还自己的债务 另外呢 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 和别人没有关系 所遭受到的苦难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自己 看到今生我们成为了人 也是因为在前世的时候 我们将自己所犯的错误还清 并且做着善事 假如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 常常生病 并且命非常短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 我们的前世造的孽太重了 杀业太重所造成的后果 让我们今生的时候来偿还前世的罪孽 因此呢 我们在生活中不能够去做恶事 不然呢 就会投胎到畜生道 为此我们有着六种行善的方法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一个呢 就是要孝顺父母 在家的时候要细心照顾他们 第二个 就是要面带微笑 那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这样别人看到你也高兴了 并且这在佛教中叫言不失 就会种下善因 在将来的时候就会得到善果 第三种就是要说一些好话 这些好话是指不是恶语 是让人愉快的内容 这也是在修行 行善积德的举措 叫言不失 第四种呢 就是要祝福别人 这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美好的祝愿 真诚的祝愿 就是在传达幸福 祝福的人越多呀 种下的善因就越多 在某天就会回到自己头上 第五种 就是要放生 不能够对动物进行杀生的行为 不然也会遭受到苦果 最后一种 就是要帮助别人向善 让别人能够知道因果关系 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 然后不能作恶 要努力去做善事 总而言之呢 因果轮回一事啊 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中 要学习这六种方法 以便于修行顺利 积累福德 在来世之际 可以享福 如果我们没有行善事 反而一直做着恶业 又或者物欲特别重的话 那我们生生世世 都会被困在牢笼里 一直在地狱 畜生到循环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